诗篇第78篇第70至第72节 由简算他一部人大位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模样 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或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没错,我相信这一段诗篇是每一个侍奉者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说原来我们只要去为了神去侍奉的话 当然我所说的为了神的侍奉 不是我们临急抱佛脚的时候 自以平时又不灵修 独处的时候又不跟从神 好,到有迫伯的时候就口口口声声说 跟从神,神带领,做盾牌 我说的是原来在我们独处的时候 即即梦闻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建立我们跟神之家的关系 当面对迫伯冲击的时候 这个宗旨都不可以变 而当这样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 你从独处当中所建立真正的信仰 真正信仰的力量和神的同在 就会在你有生之年所侍奉的范畴当中出现 而我发现这一点不能骗人 因为一间教会有神同在与没有神同在 真的差很远 因为有神同在的话 你会发现那种成长 自我跟进 天国的权柄和能力 释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神给他们的说服力和生命改变 都不是人力范围可以做到的 你发现神给每个人的回报 是用他非常独特巧妙的方法的 我们所做的就是说 原来在我们神所给我们的 training ground 就是训练的这个原地当中 我们在独处也好 直直蒙文也好 去建立一个真挚的信仰 现在这个真挚的信仰要记住 就是你成功的时候都不要变 就像在这么多年当中 走的人一部分人 直接谈都不敢跟我谈的 因为知道无论怎样说 日华都不会变的了 日华都照着他的方法 不照我们这些的方法 我会走这班人 他又不知道 他们的方法 又是香港的方法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他说几多次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不用不是等于我不懂 我不用的原因 是因为那些是一毫子都不值 另一些就开宗名义了 就会打电话来 又或者亲自跟我说 又说如果你再这样做 我打一班人不走 你再这样不照着你的意思去讲道 为什么你继续讲这些的说话 这些的信息 我来走 那其实这一班跟我谈 或者不跟我谈的人 他们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每一个带领和建立教会的人 他们都要是神的代言人 他们不是做议员 或者是狡金 当然这些人 或者他会在外面找到他们自己 满意的社区 不过 从他们这点反应 已经可以看到 他们永远不会找到神 因为很简单 看到他们回到我们教会 都找不到神的话 那怎么可能在外面找到呢 因为我讲真正的习求 就算连独处 都可以找到神的 如果回到一间有神同在的教会 都找不到神 而希望这间教会 照着自己的意思改变 自己就会经历到神的话 你想想一个天大的笑话 就如我所讲大卫这种信仰 真的你发觉是极之罕见 是极之罕游 很多人共一生 都未碰到个边 甚至对大卫的生平的认识 还是一知半解 但就如我所讲 大卫这种万宗无一的信仰 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信仰 原因就是说 当神将大卫 放在这个王座上面的时候 大卫没有因为群众压力也好 没有因为身边的人的压迫也好 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宗旨 所以大卫才真真正正 带领到这帮以色列人 如果看着 苏罗所训练开的 这帮以色列人的走势 你就可以看到 苏罗是因为怕以色列人 而自己在撒母以来之前 马马虎虎献祭 你有没有想像 如果大卫也是被以色列人 这帮人的带领的话 大卫会怎样 神简大卫 就是因为他心中的信仰 而大卫当他坐在这个王位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王位的得失 由头到尾 由开始至终结 他也是跟从神 也是因为这样 从来不是这帮人 去带领大卫 去成为一个熟人的王 大卫让他自己的信仰 让神去带领他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而世上大卫有生之年 按着诗篇给我们看见 他是面对压力 他面对人家的推马 甚至有些人在暗中想谋害他 包括他自己的儿子 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他的初衷 由头到尾 他都是为神的缘故 去坐上这个宝座 由头到尾 他所说的 他所带领的 都是照着神的原则 和准则 而终其一生 他明正言上 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诗篇第七十八篇 第七十至七十二节 由简讯他那些博人大 为从羊圈中将他召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模样 我要牧养自己的百姓 雅各 我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看心中的纯正 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演决定 敬背起 天国是明 向飙港 尽快跑 意状确断 然我心 是份兴 求成就美是事情 但一生 为我最恨绝风情 为我最悲喜 传福音是命 让我忠心 尝惊醒 作主的精兵 直信心 说出 神光辉真美 能力过高 全揭心 神仙 威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